苗栗县首座经中华民国华轮溜冰协会认证的标准200公尺华轮溜冰厂 历经了将近一年工期顺利完成了 而相邻的猫里喵亲子公园第二期工程也已经完工 县赴欢喜举办进攻典礼 而向乡亲来宣告这两项设施正式启用 3 2 1 解采 众所期待的华轮溜冰厂终于完工剪彩 县内各级学校选手经常在全国各大赛事中取得佳击 然而过去却苦无标准场地可练习 经县府提出苗栗县华轮溜冰厂新建工程计划 获体育署核定补助 搭配水利处办理的猫里喵亲子公园第二期工程 提供青少年优质运动环境 也让民众有更完善的休息空间 国家级的一个溜冰厂 那这个3000万里边我们县政府的配合款 也有330万 打造一座符合全国竞赛标准的 这个华轮溜冰厂的场地 旁边也是我们水利处到营建署 升起了810万 那我们的部分有90万 所以这个无数方块还有搭配这些的猫里亲子的二期工程 总共是900万 我想这样子下来就这个整个亲子公园就会内容很丰富 教育处长邱婷月指出 因为竞速滑轮溜冰为高速移动的运动项目 标准场地赛道边坡转弯处高低差盛大 容易导致冲撞受伤 为了保障运动安全 未来场地仅以租用方式提供使用 华轮溜冰厂 它是一个竞技场所 它是全国认证的 所以你不要好不好带个小 你的孙子孙女来溜会跌倒 因为它不是平的 它是比赛用的 当然我们会设置一个管理的办法 然后让所有选手可以进来练习 或者说将来比赛比办理比较大型的赛事 来用 扬立县华轮溜冰厂 除了包含200公尺赛道及教练指导区 竹场地还设置4座 可远端控制的智能照明设备 保障选手夜间运动安全 同时竹场地外围 包括入口异象 观众看台 并加设休息草皮及休闲座椅 提供民众运动散步时 更安全舒适的环境 观众看台并运动 suspected 感谢观看